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几天很忙 只能见缝插针给大家做一段视频 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给大家做一个夜播 这两天议论很多的是陈小鲁突然去世以后 有很多人都说过是陈小鲁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陈小鲁是不是被谋杀 我们不能够下这个结论 但是陈小鲁死的真的是很蹊跷 还没想到 这一段视频 还没想到 这一段视频 我们再视频 一段视频 来 这一次我 再开 再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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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准备 一个的车 一个的车 一个的车一个的车一個的车准备 的一个赛 准备 五 六 六 四 三 可以了 陈小鲁实际控制的这个安邦集团 早在14年的时候就已经坐拥万亿资产 安邦集团可以称为是一家富可敌国的公司 一万亿资产一万亿资产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说富可敌国那不是一般的小国而是个大国 在当今世界上GDP超过一万亿人民币的国家 全世界不超过二十个 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的一年的GDP都在安邦的后面 所以说这个吴小晖他被控制不久 然后就产生了陈小鲁的暴毙 这个里面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我们不敢说 但是有几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 陈小鲁这个人啊 他呢对文革呢是有反思的 在整个这个红二代里面 陈小鲁是率先站出来 对整个文革进行了这个检讨 而且陈小鲁呢他是很早的就离开了这个体制 在六四之前呢陈小鲁呢曾经呢跟赵紫阳呢走得很近 也是赵紫阳的这个改革的智囊团呢 其中参与者之一 那么六四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过赵紫阳也支持和同情过学生 因此呢被这个中央认为他是一个等于不可靠的接班人 那么陈小鲁那时候的身份呢他是总政联络部的 他和叶剑英的儿子叶雪宁一起负责总政联络部这一块 也就是负责中共军方在海外布局各种间谍和情报人员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的 他本人在英国担任过很多年的五官 那么六四之后由于他呢被党不信任了 他自己也感觉到继续跟着这个党混呢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呢就选择下海 那么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讲 这个选择机会是很多的了 有人指责陈小鲁他是太子党赚了很多钱 这个安邦搞了多少万亿 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 这个呢必须要去指责这个太子党的某一个人 因为这是体制造成的 这个体制就是给中共的太子党和红二代里面 达到他这一个这个范围内 也就是按照邓小平讲 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那么首先是中共允许你富 中共允许哪些人富呢 那肯定是允许邓小平他的儿女 像邓普方邓志芳这些人富 那么允许开国元训的后代们富 那么陈小鲁毫无疑问 是属于邓小平允许富起来的这一批人 因此陈小鲁他之所以富可敌国 那是因为这个体制给他造成的 他个人可能在里面不需要做什么努力 他只要是这个角色 他就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 然后他就可以作用万一 那当然了很多人就说他死得很早 这个人死了钱没花了 这是可能的 钱可能他们这些人永远也花不了 不是讲他死得早和死得晚 他死得再晚他钱也花不了 因为钱太多了 我们重要的是评判陈小鲁这个人 他个人的这个思想上有没有一些闪光的光辉 那么对于六四这个问题 陈小鲁有过支持赵紫阳改革 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倾向 同时对六四的整个学生和学生运动 有过这个关怀和激进的这种想法 那这一点我们要肯定 尤其陈小鲁在2013年陈小鲁参加过一位 曾经推为推动中国民主 做过贡献的一名民主前辈的 一位这个追思会 三周年的追思会 陈小鲁去到会 而且呢他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讲话 就是说支持我们这个反思 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 他和人类推进人类文明 现在有哪些不相符的地方 同时他肯定了这位长辈 他为推进中国民主所做的贡献 你要知道那个会议上面 参会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什么社会底层的异议人士 作为陈小鲁一个太子党 这么一个这个元帅的儿子 他能够跟这些社会底层的异议人士 坐在一起 本身他就释放了一个什么 他对社会民主进步 有这种倾向的一个信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陈小鲁也是在红二代里面 第一个站出来 反思当年他自己担任西九 就是西城区纠杀队 这个所谓总指挥 以及他参与文革 打骂老师和造成了学校里面 很多知识分子 因为文革被冲击被打骂 造成他们悲惨的一生的文革命运的这件事 陈小鲁作为红二代给予带头的反思 这一点能做的也不容易 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 中国这个民族当灾难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 只会跪下来顺从 当灾难过去的时候 没有一个有罪的人和没有一个人有过错误的人敢站出来忏悔 敢勇于担当自己曾经这个曾经犯过的错误甚至是罪行 中国人是没有的 那么从这一点身上作为陈小鲁一个元帅的儿子 一个红二代 他有这种勇气敢站出来说这样的话 我们对这个人是要有一分为二的这个认定的 中国人一个原来就重生不重死啊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考虑死就没怎么考虑 所以呢都不是父辈的教育 但是我的切身体验 就是说今天在301 我父亲我母亲我岳父我岳母都在这个医院里走的 像我父亲最后是经过了抢救 但是确实非常痛苦 创造性抢救 我父亲曾经说 你看我现在成立一个机器人了 他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浑身插满了管子 他是癌症晚期 但是你就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你最后不还是得离开人世吗 人生必有一死 陈小鲁他之所以选择给吴小晖站台 并不是吴小晖 我说过并不是你吴小晖长得帅 还是你吴小晖有什么背景 吴小晖你炮上了邓卓锐 那只是吴小晖 他做了一个凤凰男 但是吴小晖 他所体现的一个符号是邓家的符号 陈小鲁为吴小晖站台 不管是他自己否认 他是不是安邦的这个总后台实际掌控人 但是他给安邦站台为安邦创造那么大财富 那是毫无疑问的 陈小鲁为吴小晖站台 他投靠的是邓家 因为他需要保护的邓家 也同时是要扛起邓的这个大旗 因为中共现在他的这个政权发展到现在今天第五代习近平这样的掌控 他跟邓小平陈云这一代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布局是密不可分的 陈小鲁作为中共曾经培养的第三梯队 是中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权利要交给我们自己人 陈小鲁曾经被视为自己人的这个序列 他维护邓小平的体制和维护邓小平这个家族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只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习近平对种种做法 陈小鲁对他也是属于法国一定不满的 他在某一个他们太子党和红二代聚会的这个场合 他也说过这个话 就是总书记不行也是可以换人的 当然他这个话讲的肯定是让习近平是怀恨在心 因此当习近平他首先拿下吴小晖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释放一个信号 他动吴小晖邓家并不损失什么 因为邓家所有的自己的儿女孙子孙女儿这些都没有什么损伤 吴小晖作为一个外孙女婿 这个中途招进来的一个二婚驸马不是很重要 但是邓家不损失自己的家人不损失自己的金钱 但是邓家损失的是面子 因为邓这样的家庭 他会认为我家里一条狗你也不能动 你怎么能把我们曾经那个外孙女婿 把他送上审判台呢 但是习拿吴小晖开刀 习显然就是要释放这个信号 他释放的这个信号就是告诉你 没有什么人家不能动 你邓家可以动 你这个叫什么陈家可以动 你元帅家的儿子也可以动 你陈云家的儿子也可以动 当习近平释放这个信号的时候就说你们红二代只要不听我话 你们不支持我想这个把任期无限制 我想为所欲为 那么我照样可以剥夺你们红二代的这个所所获得的既得利益 第二个邓小平的家族都能动 你们谁家还能够就是可以不动吗 邓的家庭都可以动 你们其他老人就好自为之 第三个这个习近平他前期是抓了段永洪 他转段永洪他就是提醒像温家宝这样的前朝的这个国相 这个政治局常委 就说你们如果你胡锦涛温家宝这一类的人 你不老老实实 你们家也可以我用腐败来抓你 那么习近平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自己获得权力最大化 获得权力无限期 习近平他太想在他这一生中能够拥有无上的权力 就像毛泽东那样 但是习近平他他模仿和他自己的就质打财数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一个红卫兵博士 书没有读过几本 就是要胸怀没胸怀 要眼光没眼光 要材质没材质 要基础没基础 但是习有野心 习唯一就是他帝王思想满脑子 因此习这次推行的这个任期无限制造到很多人反对 其实大家应当看到 如果像今天我来评习近平 我认为我们应当还是应当像我上次讲的话 不做不会死 这个既然习近平要做 那我们就让他做一回 你为什么不支持习近平成帝呢 一百年了我们该赢一回啊 那么我们怎么赢呢 现在不是去马上要找的什么蔡厄 现在不需要护国将军 现在需要找的是杨渡 要不断的劝劲 当务之急是劝劲 懂吗 如果说现在习近平身边的幕僚 全是杨渡这样的角色 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吗 让习近平去担任了 不要他担任什么国家主席 不要去搞什么无限期 直接让习近平称帝 就把这个习近王朝建起来 你觉得不好吗 习一个人独裁 那成本很低啊 你支持习近平称帝的话 这样我们整个国家就是习家的了 任何人拿国家的东西就偷习家的 那习近平就可以拿到五门外 这个斩首临迟啊 而且习他自己就不要倒国了 反正都是他家的 他就自己不要偷东西 那么至少是最大的君王不偷了 别人偷那么习会拉出去斩首 这样贪污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习也再用不到什么以贪腐的名义 去抓他们什么前朝元老了 习大帝可以取消什么人大了 政协了 取消共产党了 把所有军队变成习家军 然后保持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系统 让这个官僚系统思想僵化 经济萧条 让文化凋零 让所有人都像僵尸一样 这样你觉得习近平 他这个皇帝像袁世凯一样 他能做过83天吗 我说一说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 这个叫什么 反对习近平称敌 让习近平称霸 袁世凯还坚持了83天 凭习近平的胸怀 凭习近平的能力 凭习近平他自己的眼光 他别说是83年 他38天能不能称到 那个时候阳度有了 习近平成了地以后 才需要财厄啊 那时候你还觉得 中国会缺小风仙 缺财厄吗 无数个小风仙会站出来挺将军 那些酒肉将军和那些喝毛带酒的将军不行 但是有那种血气方刚的将军 有那种在碰到这个时候觉得 我需要为国家也护国一把的将军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习近平一命呜呼 把共产党跟他一起带进水晶关 是很容易的事啊 所以为什么要反对他成敌啊 我看就应该让习近平成敌 大家一定要牢记 我们这一代人天生就是送葬者 我们见证了 你看前苏联 是我们见证了他土崩瓦解 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南斯拉夫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东德 保加利亚 这么多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也见证了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完全的灰飞烟灭 速到胡顺上我们见过了那么多独裁狂人 那么利比亚的卡扎菲 伊拉克的沙达姆 他们最终都是从阴沟里面被拖出来 被人民斩首或送上了断头台 我们已经目睹了那么多好手皮肤 苍蝎老贼 他们命负黄泉 而我们急什么 我们和专制比和他们比 我们现在年富力强 风华正貌 来日方长 我们一定会见证到中共的灭亡 大家不要丧失信心 中共在习近平现在的这种管理下 那么只会中国在整个习近平一旦推现 他这个任期无限制 你可以看到 当年改革开放里面所创造的一点点创新 和中国经济上迸发的一点点 市场经济的活力就被全部是斩杀殆尽 留下的以后就是官僚机构重重叠叠 思想完全僵化 然后官僚们互相不作为 经济完全萧条文化基本凋零 每一个人都在恍恍不可中日中多过 在习近平他这样的这个管理下 这个国家表面上你看起来好像大家不敢腐了 不敢贪了 贪不腐问题是公务员在干嘛 公务员就不作为了 公务员上班就在偷懒啊 甚至公务员上班就在打麻将打牌混钱啊 那我放一段警察的录像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些警察他们就可以坐在一起赌钱 对不对 当然了这种录像被爆发 中共一定马上就解释 视频是假的 要么就说钱是假的 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人也是假的 那么指示就是伟光正永远是正确的 这就是共产党它永远要遮盖它自己公务员系统 和它自己自身里面的所有丑闻 它只会去封铁抓人去掩盖真相 但是实际的真相怎么样 这实际的真相中共已经是千疮百孔 前几天在一个研讨会上 我遇到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穆斯林朋友 我们再去讨论这穆斯林朋友他完全 他们在看待习近平这件事和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 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啊 这个让习近平称帝嘛 他称了帝以后 他真要当这个五州大元帅 他真的要想当这个全国人民的大领导 你就让他当过一丝瘾 当他这把瘾没过完的时候他就完蛋了 穆斯林兄弟讲说 他说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中国的上访 他说你看到处都是上访那些冤屈的冤民 每天在国家信访局门口 江苏省信访局也好 上海市信访局门口都是这些含冤憋屈的人 他说我们这些穆斯林是来自青海的 我们是不上房子我们上什么房子我们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去几百个人跑到市政府那边 然后把把他们的门也砸了把他们的窗也砸了 把他们的办公家具也砸了电脑也砸了 等到我们这事一干以后市长也出来了 书记出来了他们又是道歉又是解释又是赔钱 问题马上解决了他说你看全国各地到处拆的教堂 都是拆的基督教吧 你看过我们的青春教的教堂有被拆的吗 我们哪个青春教教堂他们敢来拆吗 因为他们共产党的这些人他就是欺软怕硬 中共这些人为什么欺软怕硬 那是汉民族这么多年来已经被统治 奴性已经十分深重 所以而中共这个党他恰好是汉民族组成的党 他们对内罪最狠他们对自己人最狠 他们对自己人他们痛下杀手的时候 他们眼睛都不砸但是什么对外对列强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内心虚弱的不得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苏联强大也好美国强大也好 他们不敢惹美国不敢惹苏联 他们连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甚至是北韩这样的小流氓 他们也不敢惹这是中共的本性 既然大家认清中国这个本性 那就要把中共把他推上断头才 习近平就把他推上皇帝位 让他坐在皇帝的龙座上还没有坐稳几天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的龙椅就断掉了 我早就说过习近平他倒心逆施的结果 他是比不上袁世凯的 袁世凯论什么都比你习近平强 袁世凯无论他当年是训练新军 还是他新商半夜 还是袁世凯他能够有这个本事 哄着龙玉太后跟他这个军臣两个坐在大殿上面 你一把鼻涕他一把泪 最后龙玉就说我娘俩的命运交给你袁大总统了 我整个大清的江山交给你袁大总统了 你不管袁世凯是骗也好是耍也好 最终是龙玉太后韩内下了招数 把他三百年的大清江山和两千多年的这个封建专制 在袁世凯手上结束了 只是袁世凯不无正业他没有学好 他去搞了个什么帝制 如果袁世凯他自己真的是走向共和 他完全把民主的事业推行的话 袁世凯就真正的是民国之父 而习近平有什么呢 习近平是个自打财疏的 你觉得习近平当皇帝我们很害怕吗 你一点不要害怕 要论习近平跟李自成比 你觉得习近平比李自成强吗 李自成至少是能够阻了福王 逼死了这个崇祯去上吊 然后拿下了金城 李自成跟习近平比至少李自成有战功吧 至少李自成有一帮跟他浴血奋战打天下的兄弟吧 至少有一帮跟李自成一曲卖命的这个部将吧 那么李自成没有成功 你觉得习近平他能成功吗 洪秀权洪秀权你跟习近平比你觉得洪秀权比习近平差吗 洪秀权在今天起义前就装神弄鬼去搞了个什么天赋下散 然后跟杨秀勤扮演一个天赋天凶 当他在今天起兵的时候 他东南西北翼王 东王杨秀勤 西王萧桥贵 南王冯云山 北王维昌辉 翼王师大开 他率领着这个五大王 他一路浩浩荡荡 一直打到南京城 他把自己关在皇宫里面弄了上千个宫旅 他自己吃喝嫖赌贪淫荒酒 最后洪秀权一命呜呼了 但是洪秀权你觉得比习近平差吗 洪秀权再差洪秀权五大部将 洪秀权再差洪秀权他能够把他的部队从广西津田这么一个穷地方能打到南京 习近平有什么 习近平是自己是有才学呢 是有胸怀呢 是有智慧呢 还是他自己有好的承诺基础呢 有良好的这个部下部署基础呢 还是军队里面有强制强有力的支撑 还是这个习近平他惊天伪地 他自己博览群书呢 他除了被苏民出丑 然后到外面到处送钱 别人把他当傻瓜之外 习近平他有什么呢 既然习近平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那么担心习近平称帝呢 共产阶级由于他们不断地把自己的财产投入 买房啊买车啊买理财产品 然后中共会通过各种方法把中产阶层的钱洗干 等到中产他们自己有一天沦为低端人口一样的时候 这时候全国这个火药桶 你不想它爆炸都不可能 而且一个社会当它到了这个经济萧条和社会极限的时候 那么全民挤兑就开始了 我以前号召过推墙散步曲 第一步是优盘传递 什么叫优盘传递 就是大家尽量把墙外的各种带有先进思想的 推进中国民主进步的任何的这些信息 广泛的在墙内流传 通过用优盘仪式的方法 让别人自然捡到优盘 回家看到这些信息 能够上网能够了解墙外 能够听到民主的声音 能够揭穿共产主义暴政的真相 同时当这个社会寄予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银行挤兑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 其中有一个很小的县叫郡县 它的这个三个农用社 被因为当地的农民去提款 造成了挤兑以后 这三个农村信用社完全没有资金应付 最后县公安局开始抓人 不允许老百姓提款 而越不允许老百姓提款 老百姓越恐慌越是要拿他的钱 那你想想看 一个县城只是几个信用社 只是几百个上千个农民去挤兑 就已经造成了公安局的如此恐慌 和当地政府的完全的这个如临大敌 那么如果把这个县城推行到 把它推到市 推到省 推到全国 如果全国有一天 所有的大宗城市 老百姓都拿着自己的乘责 拿着自己的乘单 到银行去拿钱 而银行给不了钱的时候 你觉得这老百姓会怎么样 老百姓一定会上街 而老百姓这一次的行动 你觉得他们会有风险吗 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任何一个老百姓到银行去提款 提自己的钱 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会有资格来组织你 甚至这些政府官员比你还慌张 因为他们的钱比你多 他们也会要抢的去提他们的款 越提不到款 他们就越着急 越着急人就越聚在银行门口 当全国的大大小小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银行门口 占满了几对银行的人的时候 这些人就上街了 这些人上街 跟中共要钱的时候 中共给不出来的时候 革命就爆发了 街头革命产生的结果 就是像西式王朝的彻底崩溃 那时候杨渡会被推出来斩首 习近平他会像袁世凯一样进他的坟墓 那时候中国的民主就实现了 所以中国要乱 一乱我们就民主了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